你的要求和目的并不是让他要到北京去 我就是想让他多关心我 你的目的就是要证明我是你世界的中心 我可以为所欲为而你只能顺从 对吧 你不就是想证明这个吗 我是个宝吗 但你是个宝 你得有世宝的资质和条件 你以为你是谁 公主也不能要有这样的要求 首先说第一点 刚才周小鹏说 以心唤心 乍听好像这话没错 真心唤真心 但这话是很有问题的 如果真心 付出真心是为了唤来真心 那本身就是交换 付出真心就是不求回报 做就做 第二 爱情没有办法考验 今天经得起考验明天就有可能叛变 即便是今天爱了明天也可以不爱 所以不要天天去考验考验来考验去把人考烦了 考焦了 最后也就全身而退了 所以愚蠢的女人才拼命地考验 第三 女人的价值不是自己去要的 是别人是别人给的 只有愚蠢的女人才经常讨价还价 自台身价 其实最后就是廉价 聪明的女人从来不开价也不还价 最后她往往无价 在场上所有的撒娇也好 所有对她的埋怨也好 都想告诉我想要怎样就怎样 我让你过来看我你就得来看我 我让你打免提就得打免提 你以为你是谁呀 如果一个男人对你俯首贴耳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个男人也不值得爱 你要借就借你不借拉倒 如果我是你我就这样跟她说 做什么也做 把幸福做成不幸 聪明的女人是把不幸过成幸福 尽好就收吧 周尔文为什么追了三年 我的答案就是因为不爱 所以才会追三年 爱情其实不是游戏 怎么会追了三年呢 我觉得当一个女人想 你这种方式考验一个男人的时候 大概是因为不爱 其实你是没有为她 真的怦然心动过 她是用三年的时间 把你的心给熬过来了 就是像雾石头一样的 一点一点雾热了 所以当那个温度 稍微降一点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个温度不对了 真的爱的话也不会走 我觉得你们再渗一下吧 就是不那么急考虑说 我们要结婚 你们先把眼前的事情 问清楚自己 女生你问问自己 我是真的爱这个男人吗 男生你也问问自己 当你们在一起谈恋爱之后 那一年一个女人要走 如果我是特别爱的一个女人 我怎么会舍得她离开呀 你爱她吗 我觉得挺在乎的 在乎 她没有爱 她说我挺在乎 所以这事就简单了 到底是征服还是爱 你们先把眼前的事情 问清楚自己 好了 我们一起进入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的 黄金六十年 我是觉得咱俩 就是从认识到现在 就是在一起六年了 然后我是从来没放弃过 我得个感情哦 点击 来 请关门 跟爱情这点事啊 直觉其实有的时候变得特别重要 让我男生就很简单 回不回来 回来就结婚嘛 不回来就算了 对吧 女生来一句 你能不能改 你说能改 你都不知道她要什么 所以回归最简单的本质 让爱情就是两个人心动的感觉 彼此的欣赏 互相的包容就够了 其他东西都不重要 当你夹杂了那么多重要因素的时候 考验啊 经济啊 好坏啊 信任啊 你就会发现 爱得好累啊 你觉得她能改吗 你都出来 人家一点都不主动 是你先败的前三步 别作了 孩子 好好结婚吧 开开心心地结婚 好好过好吗 祝你们幸福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请见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